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布朗山之光 2011年那里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事发当天当地有27个人凭空消失 近百明目记者看到了奇怪的光束 之所以说到不可思议 是因为一年后 这27个人竟然全部又被扔了回来 而且就在事发地附近 还发现了一台摄像机 里面拍到的内容 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第一段视频拍摄于事发当天 视频中一家屋口正在布朗山附近露营 接着是当天夜里 就在他们刚睡下没多久 有人突然起来打开了相机 并且他还叫醒了帐篷里的其他人 拍摄者说刚才有道很亮的光 从他们的帐篷上闪了过去 就在其他人还不明所以时 阳光突然再次出现了 他们急忙起身来到帐篷外查看 出来后刚带到就发现 天空中有三四个奇怪的光点 开始他们以为是星星 但很快就发现这些光点 似乎在有规律的移动 接着就以极快的速度消失了 下一段视频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男孩指着昨晚发现光点的地方 给父母讲着夜里发生的怪事 临走前 他们还发现